那么在《春秋公阳传》和《古梁传》中 那么有关仪夏之间的张力的表述 这更加明确 《公阳》和《古梁》都有所谓外遗迪的说法 《春秋经》鲁成功十五年 有这么一条记载 东十六一月 苏孙桥庐慧静世谢 其高无旧 宋化缘 为孙林府 郑公子秋 朱旅仁 慧无于钟离 我们看 这一段经文的表述 这一段经文中 先是 记载的 苏孙桥庐 慧诸夏 晋齐宋 魏 郑 朱旅等国的 各位大夫 然后又写了一句 慧无于钟离 如果从 常规的文字的表述来讲的话 似乎 多出了一个后面的那个绘字 如果常规的表述 我们完全可以写成 苏孙桥庐慧静世谢 其高无旧 送化缘 为 熏灵府 郑公子秋 朱旅仁 吾仁 与钟离 那么为什么 春秋经 要单独又另立 单独把 吾仁 把吾 给当列出来 书 会 吾 与钟离呢 龚阳传 就此展开提问 龚阳传就说 何为 苏 会 吾 就是说 这个 苏孙桥庐慧 会的一系列的 诸夏的大夫之后 经文为什么 单独把吾 当列出来 为什么经文表述 会 吾 与钟离 也就是 苏 会 吾 那么龚阳传的回答说 外 吾 也 在龚阳中 有所谓的 内外的区别 我们知道 按我们一般的 俗语来讲的话 内就是自己人 而外 就是他人 所以 诸夏 在龚阳看来 就是 鲁国的兄弟之国 所以 这个 春秋有 内诸夏 而外遗迪的说法 那么 吾国 吾国 被认为是 遗迪之国 所以 龚阳认为 春秋 外遗迪 所以 龚阳状说 何为 苏 废 吾 外 吾也 何为 外 也 春秋 内 吾国 吾国 春秋 依 鲁史 而 作 那么 第二个层次 是 诸夏之国 第三个层次 是 遗迪之国 在 春秋 商事学说中 我们提到过 在 索 传文式 是 内 其国 而 外 诸夏 那么 到了 索文式 是 内 诸夏 而 外 遗迪 那么 也就是 以 遗迪 为外 以 遗迪 为外 就是 通过 内外 将 遗 下 区别 开来 那么 古良状也有 类似的说法 古良状在 解读 刚才我们 说过的 成功 十五年的 这一段 经文的时候 他说 会 又会 所谓的 会又会 就是前面 会 进世谢等等 然后又会 吴 与 钟离 就是两个会 会又会 所以会又会 古良状说 外之也 那么就是 以后面的 那个吴国为外 也就是 以以敌为外 这个范林 在 驻古良状的时候 他就说 两苏会 苏外 以敌 说的就是 这个意思 那么这样一种 内诸下额外 遗敌的 说法 或者说 在 公阳和古良 看来 春秋 所要 严加区别的 一下之变 又表现在 诸多方面中 比如 公阳状说 不与 不与 遗敌之 执中国 不与 遗敌之 祸中国 不与 遗敌之 祖中国 古良状说 不与 遗敌之 结中国 等等 我们可以 以几段文献 为例来看一下 尹公七年 春秋经济 荣华 黄博 于 楚丘 以归 这一段 经文 我们如果看经文的话 我们会 注意到 春秋经有一个 很特殊的表述 是一个 法字 一般来讲 在汉语中 用法这个词 我们往往指的是 法某个国家 或者法某个地区 而很少有 法某个人 但是在这段经文中 恰恰是 隆 法 黄博 法的是一个人 所以 公养状 就就此 展开提问 他先问 黄博是什么能 所以状文说 黄博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 此聘也 其言乏之何 执之也 执之则其言乏之何 大之也 何为大之 不予以敌之 执中国也 那么按照 公养状的 说法 就是说 这个黄博是 天子之大夫 那么如果说 是天子之大夫 他本来是 这个出 王姬 去到鲁国 去行聘礼 然后回到 鲁国的途中 遭到 龙人的 这个袭击 但是 在这里 为什么用 罚这个字眼呢 公养说 其实不是罚 而是被龙子 抓获了 被子 但是被子 为什么 不称直 而称罚呢 在 传统的公养家认为 直这个词 它是有 至罪的意思 也就是说 被直的对象 往往被认为 是有罪的 被认为 是有罪的 所以 假如说 用直 那么就认为 黄伯是有罪的 应当 抓获他 来致罪 而 所直的是 黄伯 直能者 是龙敌 而龙是遗敌 黄伯是天子之大夫 而遗敌 在公养状看来 或者说 在公养家看来 遗敌是 不讲理议的 那么假如用直 这个词的话 就意味着 不讲理议的遗敌 能够致罪于 讲理议的中国 那么从 沿一下之变的角度来讲 这是春秋说 不能认可 不能认可的 所以 公养状说 不予 遗敌之 指中国 不予 就是不赞成 不能认可 不能认可 不讲理议的遗敌 来致罪于 讲理议的中国 类似的 类似的表述 是不予 遗敌之 祸中国 鲁庄公十年 春秋经 有这么一条记载 秋九月 金拜 蔡师御生 以 蔡侯 献 武 归 公养状就问 蔡侯 献 献 武 何以 明 绝 何为绝之 祸也 何为 不言其祸 不予 遗敌之 祸 中国也 公养状 这样的意思是说 这个 蔡侯 蔡侯的名字是献武 而春秋之所以 苏献武的名字 是因为蔡侯献武 被 在战争中不能使位 而被人俯获 那么 在 公养家看来 诸侯 使设计 诸侯 在战争中 是 不能够 逃跑 或者 被俘 他必须 与国 共存完 假如说 他不能 做到这一点 那么 春秋 就要 输他的名字 来表示 对他的 贬决 所以这里 蔡侯 献武 是被 储人 所获 被 储人 所 俯获 于是 公养传就问 为什么春秋 经 不 苏献武 被 储人 所 俯获呢 也就是 何为 不言 其 获 那么 公养的 回答是说 不予 以敌 之 获 中国 也就是 储是 以敌 而 蔡是 中国 所以 春秋 不认可 以敌 能够 赴 中国 这也是 出于 以下之变的 考虑 古梁状也有 类似的说法 喜功21年 春秋经 有这么一条 储能使 遗生来 献结 当时 这个 储国和 顺国 打了一仗 储国 打败 顺国 然后 这个 储王 派遗生 到 鲁国来 这个 献结 来 报 这个 储国 打败 顺国的 这个 捷报 那么 古梁状 就 提问说 捷 均得也 就是 捷 就是 战争中的 所获 接着说 其不曰 顺 捷 何也 因为 储是 对 宋 的 战争 并且是 赢得了 储 宋 的 战争 如果 按照 春秋经的 另外一条 记载来 相比类 的话 在 春秋经的 专攻 三四一年 有一条 齐侯 来 献 龙 节 那么 那一条 里 是 齐国 和 龙 打了一仗 并且获得胜利 所以 到 鲁国 来 报 节 春秋经 记作 齐侯 来 献 荣 节 那么 如果 按照 这种 书法的话 这一条 应该 同样 书作 楚人 来 献 宋 节 才对 那么 为什么 不言 宋 节 所以 古两传 就问 齐不曰 宋 节 何也 那么 古两的回答 说 不予 楚 节 于 宋 也 那么 所谓的 不予 楚 节 于 宋 也 按照 范林的 注 就是 不予 宜迪 节 中国 也就是说 春秋 不认可 宜迪 来 战胜 中国 在 书法上 不体现 宜迪 战胜 中国 这样的文字 出来 所以从 这些材料中 我们可以看到 春秋山状 不论是 左状 还是 公羊状 还是 古羊状 在 一下问题上 它 首先的立场 都是 言 一下之变 都是 言 一下之变 我想 在这一点上 其实是我们 恶熟 能详 比如说 近代的 姜统 他有一篇 非常著名的文章 叫 喜龙论 在 喜龙论中 他就 引用了 左撞的那句话 他说了这么 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 我想我们都 非常熟悉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这两句话 是来自左撞的 然后他接着说 龙笛 自态 不与华同 也就是说 这个 遗笛就是遗笛 诸夏 就是诸夏 所以 遗笛和我们诸夏 是不同族类的 所以他们的心智 和我们 必然不同 也就是说 在江统看来 遗笛和诸夏 不可能同心 因此的话 必须把遗笛 赶出中原 所以他的文章 叫 喜龙论 就是要把这个遗笛 驱逐出中原 那么后世 这种说法 基本上是一样的 比如福安国 在春秋传里 他也说 圣人 仅华 一之便 所以 民族类 别类外野 那么 这个 在 福安国看来 这个 圣人座春秋 仅于 一夏之便 这个 要区别 一夏 之内外 那么 清朝的 曾经 这个 说的 说的 更加的明确 他甚至说 法遗之风 大于 君臣之轮 他还说 法之与遗 乃 仁与物之分界 那么在 曾经看来 这个 遗迪 甚至 担当不得 仁这个称呼 所以他说 这个 华与遗 乃仁物之分界 也就是说 只有华 只有诸夏 才能称为人 而遗迪 甚至不能 不配称为人 当然这是一个 非常极端的说法 这是传统 一夏之变 到后世 被推到极致的 一种表述 那么从以上的内容看的话 传统的一夏之变 我们可以认为 他强调的是 不同地域 不同血缘 不同民族 不同种族 之间的 这个差别所在 但是 我们 如果读春秋的时候 也许我们会 反过来问 春秋的 一夏之变 难道真的就是 有关地域 血缘 民族 或者种族的差别吗 我们说 春秋的时候 被认为是 遗迪的最大的代表 是楚国 是吴国 但是 从 种族上讲的话 吴楚等国 其实 他们和诸夏之国 有着一个 共同的源头 有着一个 共同的源头 都可以说 是 延桓的 子孙 楚国 如果我们 还记得 屈原在 黎梢里的 第一句话 屈原说 地高扬之 苗义喜 正 皇考 约 薄庸 那么 按照 屈原的这个论书 楚国 当然是 延桓的后裔 而吴国 我们知道 吴国 他的首任国君 是吴泰伯 吴泰伯 和 周天子 是 同中 同源 他们都是 激辛的国家 所以 就 吴楚 等国 来看的话 春秋 所谓的 遗敌 恐怕 不能 仅仅把它 看作是 血缘 或者 种族的差别 于是 我们就要问 那么 春秋 所讲的 遗下之变 遗和 下之间 它的差别 到底在哪里 遗 为什么是 遗 下 为什么是 下 在 后世的 春秋家 看来 遗敌 之所以 为遗敌 中国 之所以 为 中国 并不是由 我们 所以 为的 血缘 地域 种族 或者民族 所决定 唐代的 孔颖达 在 《左撞正义》中 他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中国 中国有 理义之大 故称相 有 福章之美 为之华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 何以为 中国 是因为 中国 有 理义 福章 那么 言下之意 遗敌 之所以 为遗敌 是因为 遗敌 没有 理义 所以 在 孔颖达 看来 遗下之变的 关键 就是 是否有 理义 是否有 理义 孔颖达 是站在 左撞的立场 说的 那么 公阳撞的 立场 来看的话 也同样 是如此 东汉的 和修 在 公阳解构中 他是这么 界定中国的 他说 中国者 理义 之国也 他又说 中国所以 亦夫 遗敌者 以其能 尊尊也 也就是说 中国所以 区别 遗敌 是因为 中国能 尊尊 而所谓的 尊尊 就是说 中国是讲 理义的 有理义 才有 上下 尊卑之等 那么 才有 所谓的 尊尊 古良状 也有 类似的 说法 也就是说 在 春秋山状 看来 以下的 差别 最关键 最关键的 是在于 讲不 讲理义 那么 能够 讲理义的 就是 诸相 而不能够 讲理义的 就是 遗敌 那么 从某种意义上 讲 用我们 现在的话 来说的话 遗下的 区别 它既不是 血缘的 区别 也不是 地域的 区别 也不是民族 或者种族的 区别 而是一种 文化的 区别 那么 如果按照 这个论点 继续往前 推进的话 既然 一下子 差别 仅仅是一种 文化的 差别 那么 也就意味着 一下子 身份 是可以 互相 状化的 所以 在 春秋的 公羊状 和 古良状 这 两部状 看来 一下之间 是可以 进退的 所谓的 一下之间 可以进退 是指的是 当 遗迪 能够 守 诸夏的 礼义 能够 接受 诸夏的 礼义 的时候 那么 遗迪 就可以 尽为 诸夏 那么 反过来 如果 诸夏 不能 坚守 诸夏的 礼义 的时候 那么 诸夏 就要被 退为 遗迪 也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 把 中国 看作是 遗迪 那么 在 公羊状 和 古良状 看来 在 称呼 遗迪 这个问题上 就有 若干 个 等级 也就是说 在 公羊状 看来的话 遗迪 近于 诸夏 在 不同的 程度上 它可以 用 不同 等级 的 文字 来 加以 表述 诸夏